今天是國議會選舉之後的第二天 很多人今天上班都不太精神 但是心情非常愉快 因為出來的結果是帶出所望 但是in a good way 大家很興奮 我們這次成為了一個翻天覆地變化 是一個好的開始 一個真正的民意 這樣放在面前 我相信林鄭或者一眾的高官都不能再忽視了 我們希望有一個好的開始 昨天大家投票在忙的時候 我收到一些比較有趣的消息 有一個有趣的消息就是 我有同事發給我 原來有些群組裡面 有人說人魚饅頭 這樣說很嚴重的 我立即看一看是什麼事了 原來又是回到那個 關於生涯中毒的處理那裡 我將這個節目說給大家聽 讓大家有一點點印象 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其實就是有一位最近的紅人 就是一位化學博士 就是KKONG 她就分享了我上次的一個貼文 她就說 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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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沒有用後面 是跟了兩個感嘆好的 然後就有一個叫Rebecca Wong 就是在香港生酮飲食KetoHK的一個群組裡面 在Facebook 我自己不是在裡面的 有同事分享給我 她就說生酮女皇 沒有搞香港人 你平時賺錢都沒有人踢過你 以防大家不知道KKONG是KEM PhD 相信當年考過LKEM的人 很多都是她的學生 生酮女皇 以前做生酮人血饅頭 現在做了生酮人血饅頭 我就跟阿姐的寶天看 我們兩個其實就笑 其實她知道什麼叫人血饅頭嗎 OK 好了 我逐點回應先 我想我回應了Rebecca Wong 然後我再說一些比較technical 就是比較悶一點的東西 就是其實搞不搞香港人 我想真的很難說 因為現在是一個公民參與 包括比如說我去投票 是不是搞香港人呢 如果我不投票 我是不是助長這個建制性的壯大呢 還有就是譬如說我穩定沒有人踢爆我 那我又想問Rebecca 你有沒有做事的呢 還是你是做義工的呢 就是例如在北非 南非 西非 比較窮一些 比較需要人幫忙的地方 做義工 所以你看到我的眼睛 就是我自己有一份工作 或者自己有一份事業呢 對了 OK KCON是KEM的PhD 我知道的 法學博士明白的 OK 我想提一提 就是現在到了一個technical的部分 就是為什麼我分享這件事 是有根據的呢 叫做這樣 其實你可以看回 就是有一位劉啟基醫生 在香港 就是一個 我看看醫院 港安醫院 毒理科的 劉啟基醫生 他在11月18日 蘋果日報的訪問當中 政府醫院急症室有生胎解毒劑 Hydrosocobalamin OK 是的 這個說法和那個都相當像樣 我是這樣說的 不過我早了四天 就在生胎感受 自己的節目當中說過 我亦都有提到大家 就是如果你有生胎中毒的跡象 我是有 再去更加說跡象是怎樣 就請前往一個政府醫院 接受這個新劑的治療 當中亦都有提到 通常第一劑就是5克 接著如果需要第二劑 就會10克 其實這個是不是我和劉醫生 相熟 而我們合併口供 我早你四天 我先說 接著四天之後 你接受蘋果訪問的時候 你跟我說一樣的話 並不是的 我本身不認識 劉啟基醫生的 OK 但是我為什麼會有這個資訊的 得到呢 是因為我有問過美國 北卡的一位 毒理科的副教授 通過Fact Check 就絕非只虛會有 不是我自己的幻想出來 我看到現在很多 極光博士那邊很多的留言 都以為 如果這樣也可以 石頭都變成黃金 如果你們都是跟極光博士學習的話 我想 其實大家 都有點像這個求知精神 大家去查一下這件事情 當然我知道 你大部分人都應該沒有聽過這個節目 所以就會以為是這樣 我可以說的 其實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 是因為 其實現在在急診室裡面 用來解生癌中毒的針劑 就叫做Cyanocid Cyanocid裡面 就是Hydrocycobalamin 就是B12α這個成份 OK 你能夠將它 中和並排出身體之外 以一個B12的維他命的形式 對身體完全沒有任何的害處 OK 那時候你就會說 那為什麼一個化學的博少 和一個 毒理科的醫生 在急診室裡面做的講話會不同呢 那你就去問他們兩個 因為我做的事情就是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OK 我看到很多人 受了很多的傷害 OK 所以我才會 走來 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老實說 如果這六個月裡面 有專家出過聲 例如K光博士有出過聲 是怎樣化解的話 又什麼時候輪到我這個素人呢 走出來說話 是吧 又或者有任何一位醫生 化學的博士 未必是K光的 可能是另外的人 要去說的話 其實我都不需要說 那我之所以要出來說 就是因為 已經過了半年了 OK 老人家小朋友 任何人 不論你的政治光譜 你藍還是黃 你住在哪裡 基本上都很大機會會中 因為現在是十多區都中了 那有一個報道 就是說其實呢 香港的警察 過去五六個月 是扔了接近有一萬顆 甚至超過一萬顆的催淚彈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 如果你真的生病中毒 如果之前兩集三集節目所說的 那你就去政府醫院 說你生病中毒 你懷疑是這個情況 去幫你抽血化驗 那這個是要政府醫院的 因為之前都有提過 就是Signal Kid 是透過政府醫院入的 是要醫管陸入的 簡單來說 私家醫院都未必有這件事的 OK 那當然如果在座有聽眾 是本身在醫院裏面做的 你在養和 或者馬嘉烈的話 你都儘管可以去找一下 到底私家醫院有沒有 但據我所知 就是 就是醫管局統一入 接著就在政府醫院裏面的急診室 裡面有的 OK 等一下 我不知道 一個很可怕的 Google號 OK 突然在說 嚇死我 OK 所以我想回應 就是那一位 就是 什麼名字 Rebecca Wong 她說人血饅頭 那件事 其實 第二件要說的就是 其實我沒有賺錢 在這件事上 OK 可能你覺得你打工OK 你賺錢出糧OK 沒問題 但任何其他人 例如我 就不可以有自己的生意和事業 我賺錢邪惡 你賺錢是正義的 如果你這樣想 我沒辦法改變你 但是我想提醒一個 就是 這個絕對不是人血饅頭 因為這件事 就是我看不過眼 過去半年 沒有專家 走出來 說解救方法 但是 如果你留意 你想香港人 經常去的一個 叫做 iHerb 的網站 你可以留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所有的 Hydroxycobalamin 是賣光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有這個動員能力 OK 是全部都out of stock 那到底 為什麼會這樣 到底是 這件事真的 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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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其實 有人知道有用 而沒有出聲 OK 而其實 專家們知道有用 而不說 我不知道 那我想問回 其實當日你生酮 你是聽你的家庭醫生跟你說 還是你的專科醫生跟你說 是誰跟你說 最多是我跟你說 那我並不是權威 我是一個素人 而我這個素人 就是太熱心 過去半年看不過眼 大家人人有份 不論老朋友都在吃吹淚蛋 而苦無對策 還要最近連口罩都說不能戴的時候 我先寫信 再打電話 去問我北卡的那位 toxicology 就是 讀 中文叫什麼 讀病理科 是嗎 讀 讀 讀理學家 的副教授 去問他怎麼做 我解釋給他聽 我們香港人的難處是什麼 就是 我們如果現在說 我懷疑我 生涯中毒 你去醫院 第一 醫院急証室 那裡已經坐了很多警察 OK 那你自己想 你願不願意沒有這個風險 第二 你去到如果那個醫生 或者護士是男的話 那這又是另外一個 你要沒有的風險 當然我們知道 in the perfect mode 理想世界裡面 所有的醫生 護士都是救人為先 而他不會理你的政治光譜與立場 但現實生活裡面 我們知道並不是這樣 我們也知道 其實醫院裡面 是統兵駐守的 那如果你不信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OK 那這就是我發給教授 的email 我發給他看 其實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 OK 就是你看到 醫院裡面 是有很多很多的警察 OK 那如果你吸了很多的催淚彈 然後你懷疑你自己真的生病 中毒 你去醫院的話 會不會有機會 你會遇到警察走過來問 你說你做什麼事吸了這麼多 你在前線 蛤 你是不是示威者 那這個時候 你們自己想 而我想說另一個東西 就是其實 我很尊重讀書人 我很尊重 很尊重 付出努力去學習的人 包括他 激光博士 那我其實 發了一段 文字給激光博士 提出發了一段 我提出的 提出的 提出的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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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電話號碼 我自己的電話號碼 而在他每一個貼文下面 我去貼文的時候 沒有我的電話號碼 我提出 我的電話號碼 在電話號碼 歡迎你任何時間打 都沒有問題 我發覺 在這個貼文之後 他再多了十幾個貼文 包括有他的女人的泳衣照 但他也從來沒有回覆過 不論是電話 還是在我的留言下面回覆的 其實我只不過是很虛心地 我想知道為什麼 KK 就是KK 博士 認為這件事不合理 因為 持雙方意見是常有的事 所以在西方學術界 經常有的 就是一位教授 覺得這件事對 另外一位教授 覺得不對 而大家會有一個君子的辯論 但當然我不是一個教授 我不是一個博士 我只是一個素人 但我再說一次 我的資料來源是來自美國 北卡 一位獨立學家 副教授 他也是一位醫生 他也有出很多的醫療期刊 包括 如何解決三癌中毒 他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 所以我是有跟他聯絡 問過他的意見 我解釋過給他聽 香港現在的醫院是重慶住手 如果我們去的話 我們可能會沒有被拘捕的風險 是的 還有我們現在香港的情況很敏感 就算是醫生也可能會有政治立場 而我們會受到危險 是的 剛剛鄧武先生說 其實到了急症 就算沒有被拘捕 結果都是拿一封介紹 順道去排出 結果至少排一兩年 這一個是未必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急症 真的生癌中毒 是會器官衰竭的 是會出血的 所以如果有這種情況 醫生可能會立即處理 首先就是要證明到 你是真的生癌中毒 就會需要抽血做化驗 但是你之後可以說 我不是示威者 我不知道 總之我這半年也是這樣 或者我一年也是這樣 有什麼症狀 我有嘔吐 我有頭痛 然後我有出紅點 如是等等 你可以形容一些症狀 然後原來不關示威者的事 原來你不是其中一個 所謂的暴徒 只不過你是可能被你的 另一半毒害 這樣就會 Well 開始一個刑事調查 OK 但是首先要證明到 就是你不是一個示威者 如果你可能會被檢控 你想想 如果真是前線手足的話 他願不願意沒有這個風險 當然我知道你可以去政府醫院 證實 另外一個項目 我也有提及過 在我第一集節目中 就是去找家庭醫生 跟他說 我想打B12的針 因為我也確認過 其實如果你是素食者 純素 你打的那種B12針 就是一個形態 就是Hydroxycobalamin 而不是Cyanosecobalamin 因為它是兩種形態 我確認打針的內容 是Droxycobalamin 就是說B12alpha 但是 就是說 我跟一個七十幾歲的老醫生 談過 他就說 你不是走進去說打就打 醫生會問你為什麼要打 還有你跟他說你要打 他真的會 可能你明不明白 不是很接受你 去告訴他你要什麼 OK 他就可能會抓你去驗血 就是說 你是不是脊質不夠 你是不是B12不夠 你的血液樣本裡面 發現出來的結果 而且是這樣的 你才有機會接受到這個針劑 我上一集也有提及過 其實針劑我也能買回來的 但是問題是 我要找醫生或者護士幫你打 這個就是我面對最大的困難 因為醫生或者護士都不願意沒有這個風險 我幫你打出你有什麼事 那我怎麼辦 我被你調消牌照 所以到最後 逼於無奈 我才說 那不如大家 口服 好嗎 大家當是一個預防 不要當是一個 治療 治療 沒有辦法 到時候 如果你真的生癌中毒 你死死地起 也要去醫院 是不是 到時候自然急症疾患 醫生就會用Cyanokid 裡面就是 Roxicobalamin 他會幫你打的 五個gram 十個gram 這樣打 如果以為我現在是後知後覺 我是倒底事後才馬後炮的話 你就聽回之前的兩集節目 看看我會說些什麼 是不是 那好吧 但是如果你不是已經中毒 你想好像一個預防性質的話 你就是每天吃一顆兩顆的B12α 我剛才給了大家看 其實IHerb可以賣 不過賣光而已 既然基光博士說是沒有用 而我又沒有這個影響力 那為什麼會賣光呢 沒有用又怎麼會賣光呢 他之前一直都有負責 很冷悶的 那為什麼我既然只有七十多人聽 那我的專頁又只有幾千人讚 為什麼會賣光呢 難道他真的有用 正如急症室那位醫生說 其實政府醫院用的 去化解生癌中毒的疾病 真的是Hydroxobalamin OK 只不過是 你是不是要去到中了毒 才去解 還是你想每天身體裡面有多少 就算你下街吸到 都有東西可以化解 這樣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選擇 還有我想說就是任何的節目 我做的節目 我都要跟大家說 請你們聽完之後 要自己去掙著自己做研究 並不是相信我所說 我說是 那我可以 那我就相信你 因為我不是權威 我的名字背後是沒有開始的 OK 沒有開始的 即是那些什麼MD PhD 我沒有那些 所以我自然說話是沒有力量 是真的 我只不過是一個很熱心的香港人 我不想見到大家受苦 所以我去徵求了專家意見 那老實說 如果當初我沒有走出來講生童的話 那不是在1704月開始講生童 那生童都遲早會有人講的 但是不會是那個時候 那我一個素人 我就是冒死走出來講 冒著會有醫生 營養師攻擊我 說這件事情沒有根據的 那為什麼我當初講生童可以 而我今時今日 我是問過獨立科的副教授 走出來分享這個資訊 在沒有賺錢 沒有買這個產品的情況之下 會是這麼邪惡 是人血萬頭呢 我純粹出於不想大家受害 OK 好了 先喝一口 那有人呢 就不同的 不同的留言 那我可以讀 那就是 除非燒了那些山 火速怎樣轉化 那你就可以看一看 OK 我問一問 剛才那位醫生 那剛才那位醫生呢 如果大家不知道我講哪位 我再講一次 那他在蘋果 有出過一個訪問的 那我譬如那個訪問 是11月18號的 是政府醫院 急症室有 生癌解毒劑 Drocusobalamin 那這位醫生呢 是港安醫院 毒理兼急症科的劉啟基醫生 那似乎我和他的觀點 角度是相近的 就不是大家在嘲笑的 就說 否則怎樣轉化 轉化都不是轉成維他命 這樣 OK 生癌本身已經出事 還要加上山癌 Well 山癌不是我加下去的 是 催淚蛋裡面加了下去 而陳肇始至今都不願意公開 這個催淚蛋裡面的內容 OK 阿叻也有唱過 我們玻璃可變轉成 是 那你叫阿叻唱給你聽 就說 山癌都可以 因為 Hydroxychobalamin 轉成Cyanosol-Balamin 即是B12 OK 為賺錢都可以去到幾盡 OK 就已經回答了 其實我真的沒有買B12Alpha OK 這個法案應該可以用諾貝爾獎 其實我想說一點 這個人叫做什麼 Protassium Yen OK 其實呢 你又不用這樣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一早已經通過了 甚至美國FTA OK 講一點歷史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第一次被記錄 這個用途 OK 就是說用Hydroxychobalamin Use for cyanide detoxification 是在1952年publish的 1952年了 我想比K剛博士更大了 OK 然後他是在1980年代 在法國發展的 OK 主要是用作對抗一個中毒事件 然後呢 在法國就1996年 approve了 而美國就是US FDA approve的 在2006年的 這件事情 我想說多一點給大家聽 其實Cyanokid 是一間叫做Meridian的藥廠出的 Meridian就是 Fizzer就是全球最大的藥廠 Fizzer的子公司 如果大家 包括我們剛才所說的 那幾位聽眾 覺得這件事情很荒謬 其實不如你們去信Fizzer 說它很荒謬 例如 怎樣轉化 然後幫你變鑽石 或者賺資可以做多盡 那你跟Fizzer說 Fizzer藥廠說 應該可以拿諾貝爾獎 我相信當天發明這件事 或者發現這個現象 是應該要拿的 OK 最近還看到國難財系列 瑜伽排毒品 沒錯 就是大家想那隻 笑得他傻了 OK 神怪無分性別 無分政見立場 那你真的要去信 如果是這樣 你要罵醫生 因為為什麼香港政府醫院 會這麼邪惡 用這隻 對 是Brasco Sobeleman 來分解山埃眾目的 這麼邪惡的 政府醫院 急症室都是這樣用 那些醫生怎麼讀回來 怎麼用這些 那些醫生全部都是神棍 太過分了 接著就練金術 練金術 CAM讀到FORM3的 他都表示難以自信我 腦袋試過很多東西 所以建議你要用 而且你讀到M3 你應該再讀下去 相信他 不如相信孫大師 性交轉運 那都是那句 你不要相信我 你明白嗎 你相信醫生 那都是那句 你去老 你生病中毒的時候 你相信一個化學博士 譬如你生病中毒了 你吐了 你真的中了毒 你驗血驗不出來 你會馬上去找K官 去幫你化解 還是你會進入急症室 如果你會進入急症室的話 那你就會面對一個現象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件事 那就是 劉啟基醫生 就會幫你打我講的那個成分 那你就真的要到時去 question 劉啟基醫生 或者其他急症室的醫生 就讀書 而我的 我不是 form 3 我不是 form 3 我可以這樣說 然後就是 還有些什麼 如果他轉為維他命 諾貝爾也可以拿 那你剛才答了 B12那麼風趣 我只會贈一個獎給他 就是CLS 大家知道為什麼 尤其是愛知可以變成維他命 其實我想說 香港人的那種迷信 那種權威 是非常非常之嚴重的 OK 其實大家未必那麼熟悉 愛知病的歷史 其實當初藥廠是想 將他用天價賣給只能夠支援的人 例如那些籃球明星 跟著歌手明星 Rock and Roll 就是Rock Stars 很有錢的那些 後來就是素人的力量 迫使政府向藥廠施壓 所以現在才普及化 如果不是應該死了很多人 OK 然後K匡就回應其中一個人 但是他沒有回覆過我 OK 他就說一個 Sainite Antibiotic 裡面是有三種東西 OK 上一集都有說 素氨磯 素氨酪 素氨酸 還有amyl磯 這三種東西 其實K匡博士 有些少許是可以外出的 因為這款式 其實現在已經沒有什麼 急症失用了 因為這三件事是複雜很多的 而現在急症室已經在用Cyanocid 而裡面的成份就是Drocosobalamin 不信我不要緊的 你問問急症室的醫生 我剛才也說了蘋果日報的訪問 其實你可以重視 因為它不是秘密 你只要上網打 你可以打劉啟基醫生 你也可以看11月18日蘋果的那個訪問 你就知道情況是怎樣 OK 其實如果那些說我透過一件事賺錢 那不會 而且本來這集我打算說 如果中了這個 就是我們除了生哀之外 另外一件事是二岸英 中了二岸英 如果我們已經出了倉的話 它有個名字 做了倉是有什麼緩和和解決方式的 那我居然透過一個朋友 一個高人幫我找到 有一個報告 是一個日本的大學做的 但是很不幸地 我一個素人已經不敢說了 即使我說的是美國 北卡的 這個毒理學的副教授 OK 他也是一個醫生 就算我說這樣 我都會被人攻擊 那我為什麼還要這麼 走出來搞香港人呢 是不是 那我就留下這些資訊 上來我店舖 找我的 OK 剛剛談的同路人 我先分享給你 我無謂在節目中說出來 因為沒有權威 沒有醫生出來說過 我才會出來說而已 而我出來說 不是因為我夢到周公 向我報夢說這件事有用的 而是我自己走了去問 這方面的權威人士 得出來的結果 而跟大家分享 而前提是我沒有錢賺 我告訴你我入了五瓶 一瓶是我的 另外四瓶我預給我的同事 所以沒有你份的 OK 就不要自己在那裡幻想 就是人一定要分享一些東西 一定是有這個商業成分 或者想賀人 老實說 就算你想買 你現在去IHerb 你都買不到 你到處去買 現在其他的商人會炒得很貴 OK You know what 你就不要相信 OK Good luck to you 因為這個是hardcore science 這個是hardcore fact 是香港急症室的醫生 確認了 美國北卡的醫生 也是chemistry的博士 就是跟你們很崇尚的K框 一樣的Qualification 再多了一個醫生的角色 別人已經確認了 這些事實 所以不是我一個素人 改過名字 選過港者 跟著這些其實完全沒有意思的 你說這些東西 現在是說的是我 沒有這個心 去幫我的討論人 香港人 我是因為多事 你說得對 所以我不多事了 OK 以後呢 如果你要繼續迷信 這個地球是平的 這個地球是地平線的 By all means 原來這個東西 是FISA子公司出的 現在是世界各地的急症室都在用的 OK 而香港急症室醫生 亦都confirm這件事 你還可以誘惑我 說我 OK 老作 然後你可以嘲笑我的話 那你就繼續 在你自己的世界裏面 你們真的應該讀多些書 不是我 OK 當然我都會讀書 至少我有一個求真精神 而 K.K.K.博士 其實呢 你看起來都是黃絲 為什麼你會貼這個 泳衣照 OK 美女泳衣照 你都不可以回應我的評論呢 我留了這麼多次給你 這麼謙虛地 希望你給我一個回應 我想跟你學習 當然你可以說 我要收你三千元一小時 我才會和你回應 沒有問題 OK 那我就以公義之名 以尋求真相之名 去給這三千元 那我就在鏡頭前去說這件事 OK 那我就可以拿一些 數據出來給大家看 那真理越變越明白 但是為什麼這件事 對香港人有幫助 就是先不論 到底這個解約 是不是真的 我們所說的Hydrocosyl Barman 就算不是 你認為什麼有用 為什麼你迴避 為什麼你不出來回答我呢 其實 是不是 我們如果一起 可以尋求到這個決方案 對香港人來說 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現在依賴陳兆子給你答案給你 你依賴高永文給你答案給你 不會有的了 其實我們連想 摺那顆催淚彈彈頭去發炎呢 都會被人拘捕的 現在靠美國那位牧師 他拿了回去發炎 我們可能接下來就會知道了 OK 但是 我真的想說其實 一而再一而再再二三 其實有很多的研究 已經出來了 而這件事 已經在2006年過了FTA 而全世界各大的急症室都在用 為什麼你們還可以說自己 在這個地平上面生存呢 其實是藍絲邏輯來的 你明白嗎 人血饅頭也是藍絲邏輯 就是你賺錢 你打工賺錢可以 我經營自己的小店賺錢就不可以 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這件事已經科學證實了 事實的時候 你們還可以不接受這件事 覺得這件事騙人的 OK 現在也可以給你們看一點點 就是一個 Emergency Department的Medical Director OK 看不看 EP Monthly.com Emergency Physicians Monthly OK 這樣吧 這個態度叫做什麼呢 就是這樣 會不會太光了 Sorry 太光太光了 OK Hydrocosobalamin Turning Cyanide into Vitamin B12 OK 你看到名字 Christina Sheffy M.D.Ph.D. 2016年2月7月 OK Cyanide toxicity can be quickly fatal But there is a simple safe treatment that can refer to its toxic effects 是啊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信呢 OK 你們不是以科學知名的 那 極光博士 不如你回應一下我吧 我們大家都是想幫香港人而已 好不好 是的 那如果信的人 那你們試一下 在街上買了 因爲我都不想你們是去到 既觀衰竭 要入醫院那一刻 才去做個治療 我都希望你們可以 及早身體裏面有足夠的 維他命B12α Hydrocosobalamin 去抵禦 和即時將吸入的生涯轉化 預防永遠都省於治療的 這個是我的發心 我是想同老的香港人 能夠得到幫助 OK 我有沒有光環 不要緊 你要抽我的水 你要過去半年不出聲 不提供解決方案 而現在走出來 只是說我沒有用 不要緊 那你提供解決方案 博士 因爲你讀這麼多書 你應該有能力 給予我們意見 是不是 但是你只是說沒有用 沒有用 那你告訴我什麼有用 好嗎 那如果這些東西 我看過幾個醫生 包括 OK 證實的醫生 包括大學裏面教你 學科的醫生 有受 都是給我這個答案 而你不同意的話 那請你指出你的證據 你為什麼不同意 我們辯論 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就可以幫助別人 你迴避我沒有意思的 就是KKK博士 OK 那大家聽到這裡 信的信 不信的就不信了 那我說的東西 從來都要檢基於科學的 OK 我又要說一件事 我都會說有記憶 包括我今天所說的東西 都是有記憶的 我亦都會再將 Cyanokid 為什麼是 Drogacid 能夠綜合到 生涯 那條短片 由藥廠發佈的 OK 剪了之後 扔上去 生同感受和科學給大家看 大家自己判斷 什麼叫科學 什麼叫求師精神 什麼叫抽水 什麼叫做 只鬧不給巧 OK 拜拜